今天我們來到了冰山街 然後過來這邊是青年路吧 青年路了 然後這邊的這一間新廠 有五星級廁所的這一間 滿大廠的 那我們再來這一間稍微尋一下 然後剛剛我們就小試一下這一台 這是我剛剛丟過去的 鎖囉 就決定是你了 我們一直在找香吉士都找不到 找到不然就是太難打 對之前有找到一次過 但是那個完全沒爪力 出來啦 這樣算出來嗎 有沒有被封下來的感覺 全包會怎麼樣 1 2 放臉定 它黏了一下 捏薄 捏薄這樣可以 其實它捏到一定的薄度 因為它上升很慢 這樣子會外丟嗎 欸欸外丟 哇 抓這個過來撞嗎 還是抓你這個 英雄學院 欸 它滾了一下我以為斷了 上次有斷過喔 上次這一台才被我甩斷一次 其實我覺得可以 如果它貼近的話 我抓到後面不一定要 啪一下就出貨了 它沒有推到 壓住 來來來來 你喜歡壓是不是 來來通通給你啊 通通給你啊 那盒也很輕喔 1 2 外丟 對啊 它只要一定的高度會外丟 全包 1 2 3 丟 沒有丟 全包不行 它這個高度吧 對捏一點 1 2 3 它怎麼倒 呵呵 它要捏得很剛好 這樣呢 1 它沒了 喔 沒倒 可惜沒倒 這樣子 做 哇 現在是 四面八方崩下 欸我現在是在做球的意思嗎 1 2 還是它不要出當我的一樓 1樓 它可以打二樓嗎 可以 它的下爪速度可以打二樓 有沒有 喔 有沒有現在看得一聲 會害怕 我覺得它那個線有點可怕 快斷快斷啊 先進看看 全包 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還跟它捏薄勒 幹嘛 欸 喔 外丟 還跟它捏薄勒 幹嘛 欸 喔 外丟 還跟它 不要想得太難 拿第一盒就電眼了 就壞掉了 有沒有 另類思考 前面那盒是中了 而且它有包膜 可以跟它拼 對啊 不要跟它想得太難 來 1 2 來外丟 因為我就覺得 沒有 因為有時候你就要去想 其實 不見得要捏薄 可以 而且它那個高度 我覺得它是剛好 它在貼底的時候 你全包 不會外丟 有高度就可以 外丟 有沒有 有高度了 是有高度了 剛剛跟它一模一樣 來 好不猶豫 1 全包 沒有包到 1 哎唷 全包 沒有包到 1 哎唷 超薄 一個夾 怎麼 出來一個金打到 然後就開始出了 英雄學驗 體育 英雄學驗 不要理它 你這樣子不行 包到底不行 它這個高度 它這個高度 然後捏一半 我是外丟拍 1 2 彈過來 再多一點 這樣 1 2 不夠 這個怎麼辦 不能吃到底就對了 它吃到底是內丟拍 只是吃到底是內丟拍 是最底嗎 那你再把它上升 大概抓在 這個位置吧 比如說這個位置 吃一個很薄的話 脫鉤 不是啦 不是脫鉤 吃很薄的話 應該是外丟拍 這個高度來講 試一次 1 2 1 2 差一點 略 你看是不是有點略略外丟 六六丟 六六丟 六起來 1 2 外丟 烘起來 烘起來 這樣不會外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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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如果我全包包到底的話 我就會 所以只能 暫時先拍薄 這樣 1 2 站起來 後旁 外丟 1 2 放 放到右邊去了 沒了 丟進去了 卡轉 差點卡 大外丟 一半 1 2 這個應該可以打上面 打上圓 有種也在靠檔啊 怕怕怕 我先把這個吸下來 然後我們再去 再去丟他嗎 哇他如果在二樓很好輸欸 嗯 所以我才說他二樓很好打 他這個 他這個甩不過 他這個甩不過去不剛好啊 甩不過過去都是在這個點 很順 他二樓都秒殺 右邊很空欸 對啊 1 2 完了 這個 這個角度的高度 1 2 外丟 哎呦 差幾點嘛 1 2 別內丟 這高度 這高度要捏多少 哈哈哈哈 捏吉士寶跟他拼拖 捏中間跟他拼外丟 你覺得 捏在他身體的位置中間 中間左右 他會外丟 拼外丟 拼外丟 你覺得呢 好拼外丟 欸 什麼啊 什麼啊 但是他左右已經外丟拍了 左右可以外丟嗎 可以試試看 過來 幹嘛親喉嚨 他沒有甩補欸怎麼辦 會拍對不對 當好了 你幹嘛親喉嚨啊 外丟拍 1 2 外丟 外丟拍 1 2 外丟 哇 傻眼 香味 都彩虹 可是你都丟出白症 我跟白症比較有緣啊 來 卡爪 1 2 外丟 差一點點 可以丟出一個金證嗎 一半 他看沒了 好啊 他撞到 那個力在那裡真的是齁 一天那邊都秒殺 阿不就剛好可以力在那裡 來了 撞到 這高度呢 極致寶的下面大概1 2公分 外丟拍 你看現在多會算啊 他要這樣子喔 真的 大家可以算得到他外丟的拍數會在這裡 沒那麼厲害還要在那邊算啊 阿沒辦法打台 你就是要去精算一些東西 不然 打不贏啊 1 2 你看 你看我們捏在這個位置 剛剛是這樣子 他要盪回去 我們剛剛是捏在大概 2 3公分處 2 3公分處的話 再下去 還要再下去 大概在 一半 快到一半 會外丟 我先試給你看 丟起來 一半 1 2 外丟 靠 因為現在東西 越來越早了 嗯 能不能 上去 你問他能不能上去 之後撥下來 欸 他上去真的超好撥的 來 欸英雄學院 欸不不不先不理你 上去 完了 上不去了 怎麼辦 沒了 全包 吃到 卡一下 他剛剛有點快要卡 對啊 我想要他卡一下 直接往洞口丟吧 1 2 外丟 他那個高度可以嗎 我算一下 1 2 喔 掐指算一下 看看掐指算一下 他的外丟 高度在哪 過來啊 給我打一盒金證 他的白證被我出光了 來一半 1 2 外 他一半其實有點尷尬 這樣 1 2 外丟 有沒有 就是要一直去精算他的那個 這個 我剛剛是抓在三分之一處 一半太多 要三分之一 再上去一點點 3分之一再上去 那這一個要等要抓一半 這樣 1 2 外丟 差一點 對 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要 一半 這樣子一半 應該是有 計算吧 這個要抓在身體以下 這個要將 你先把他扁過來 喔 打頭對不對 你剛剛有扁過來 這樣子打頭 這樣 倒了 還不是這樣打 沒有我說站著不要過來 喔 因為我剛剛有算大概 你看站這樣子的高度 我們 你看拿一隻公仔去比對就知道了 他這樣子 你要抓在三分之一處 如果這樣很躺過來的話 你要抓在一半 但是如果他是站著的話 一半 你要整個吃到底 是喔 吃到快底 爪子快吃到底 再可以外丟 1 放 這樣這個 站著的 然後我們來試一次喔 你看我直接吃到底 不餓的時候 1 2 外丟 外丟 有沒有 卡住 超級大外丟 卡住了怎麼辦 我先把這個 能不能把它抓到後面 這個撥一下就好了 真的嗎 他現在卡在那裡 最完美 怎麼撥 點他一下就好 過去 丟過來 他就是一個甩幅的過去 你把它扒一下就下來了 喔 對啊 1 2 丟 來喔 扒一下喔 不能吃到喔 唉唷 唉唷 鼻石搜 噢 點到 還好 有了有金證的 終於有一盒了齁 那你前面是槍位了耶 等一下我前面 再試一下嗎 我再換錢 換錢一下 好 二收 1 2 外丟 看他能不能立起來 之後直接出貨 1 2 彈一下 不然就是我們直接把這盒 這盒已經快要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如果我們單純為了拼夾6 而已 你先把它挖出來 哪一個 那個啊 鎖籠啊 1 2 放 來了 來了 外丟 太多了 1 完了 哇 噴進去 太多了 要吃下去就知道太多了 加索龍嗎 不加索龍 1 2 不要 索龍現在我們 如果是單純拼夾6的話 不要去在乎那個 來了 1 2 大外丟 1 1 放 密起來 全包包到底 給他吃到底 不要猶豫 1 2 外丟 1 2 外丟 看 吃到底 這還有一盒耶 因為通常 不可能會這樣子打 因為我不會去 摔到那麼細的東西 一定 喔 極致薄 摔打 摔打 破腿 1 2 放 全包 跑到最底 這盒是不是有重量 有重 那它是不是不好外丟 不會 1 2 外丟 哎呀 倒了 這個能不能出來幫我一下 你不要一直在裡面角落那麼 孤單 寂寞 幫我一下 絕對能 對幫我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你看台組上面有寫加6送 現當日 在白鎮 白鎮 甲6送 其實甲6其實 如果你不會去這樣算 它的那個外丟拍數的話 就是 你要甲6其實 會有難度 你要拼 拼薄拖甲6的話 其實真的很硬 1 2 放 他要來一個站起來 這個難免再過來一點 有有 過去啊 哈哈 也太一點了吧 沒關係 他現在要鎖起來了 不覺得鎖得蠻漂亮的嗎 1 2 放 他剛剛如果吃到寬的話 那一拍會外丟 是啊 可惜 大邊跟寬其實 感覺會有差 不然把它移開 1 2 外丟 欸 欸 產地直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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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產地直送 欸 欸 啊 剛剛我以為他要直接出了耶 那盒要嘛 你點他要嘛給他全包到底 外丟了 1 2 外丟 哇 兩盒都這樣保留 很好 喔 就跟你拼旗幟喔 來啊 來啊來啊 你再貼啊 來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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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喔 喔 哇 喔 喔 欸 還是拼外丟吧 哈哈 我們剛剛那一下保存這樣子 已經在差了 1 2 哎呀 其實如果你要拼外丟的蛋是越輕越好 來了 外丟 1 2 外丟 拼這個拼這個 拼這個比較實在 不捏薄了 喔 很薄耶 沒有沒有要捏薄 我只要那個 他不立起來 我覺得他立起來才有機會 1 2 1 2 外丟 讚啦 上起來就有了 1 2 讚 讚 這樣算讚嗎 哈哈 可以試試看嗎 但是不要吃到最低 他也吸不起來 但他不能就是不能這樣給他擦 擦到底不會外丟 他是剛好吃到一半 1 2 外丟 謝謝 2 2 外丟 謝謝 你拍 這甩打 沒有我直接拼這個 打他 阿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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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下不下來 還好 打了570 我剛剛已經看螢幕570左右 出這個 還好 好了 剩了 沒了 沒了 那這索隆是氣死我的 又不出來 我們後面打了這兩盒花了大概800多塊 因為我剛剛去換一千 然後我皮包剩100多 這兩盒我們打了800多 那一盒比較多嗎 這一盒打了570 那這個打了200多左右 最主要這四盒 這四盒老實講我們就少少出 然後我們還可以再拿一個 你覺得要拿哪一個 你說這一盒 這一盒是白鎮 結果我們選了這一盒 然後就有網友留言就說 怎麼這麼笨 那個很貴 有沒有那個很貴 家裡幾乎八太多了 對啦 我家裡幾乎八是真的太多了 那我們就選這一盒吧 那我們今天就夾這樣子吧 夾六送一 然後今天我們這一台非常特別 這台是精算它爪子抓的距離 而去換算它會外丟的排數 這個要去精算 那我們今天就夾這樣子吧 然後要抽嗎 不抽了 對啊 我們前幾步都有抽 那我們這一步就稍微再休息一下 那下一次再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